我們希望能夠把它連貫的做 連貫的做我們前面講過 大概兩個部分 所以後面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工作表 乾脆改成像上禮拜一樣 後面加一個刮鬍 這個的話叫去期好了 也就是我後面希望 把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錄製去期 然後再多一個 複製一個感觸接按鈕 跟上禮拜一樣 然後把它改成這個叫VBA OK 所以我們後面練習就是兩個 一個是去期 一個是VBA 一個是 錄是去期 OK 那做的結果大概這樣 反正兩個按鈕 一個是產生這個區跟錄 然後我先一個清除 清除 然後一個是產生 有沒有OK 它就出來了 就像這樣 OK 那另外的話 一個VBA 就是再多三個按鈕 一個是丟公式到這邊兩個 然後一個是清除 然後一個是怎麼 不是用公式 是用VBA 把它完成之後 再丟過來的方法 那該怎麼做 所以其實就大概跟上個禮拜 蠻像的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最後如果你要存檔的時候 剛剛有同學問 你不要直接存成CSV 如果存CSV的話 那就完蛋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OK 而且甚至CSV 它只能夠存第一個工作表的資料 它只能存一個 所以後面的都不見了 那怎麼辦 一樣啦 如果擔心說會有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先另存新檔 一樣把它瀏覽的時候 存在你自己的隨身碟吧 我是建議如果隨身碟就先存隨身碟 然後呢 記得改成啟用巨息的活業簿 OK 把它儲存一下 這樣就保險 不然的話 如果你擔心到時候你忘了存檔 或者是存錯檔案格式的話 那你可以先怎麼樣 可以把它先另存新檔 存成啟用巨息的活業簿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錄製巨息 這個錄製巨息應該比較沒什麼好說的啦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是固定動作嘛 那我們要完成的就是 一個產生區跟路嘛 一個是清除好了 OK 就這樣清除 那做法的話 不外乎就是 我們先做動作 可以先把它彩排一下吧 所以清除的話 其實可以先清除錄製 但是我是建議先怎麼 先錄製第一個再錄製清除 因為如果你錄製清除的話 你的公式不見了 假設你又沒有存檔的話 那你等一下錄製就沒有公式 所以建議先錄製這個 產生區跟路 那錄製的方法不外乎是什麼 先彩排 彩排的話前面講過啦 E有不要先放這邊 先打個勾 那我是 因為我們有兩個欄位 所以變成你要點兩次 打勾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那清除的話呢 不外乎就是 我是 因為要整個選取 所以以前我們是直接 這個Ctrl Shift向下 可是F欄沒選到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選F欄 可以選E跟F好了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樣子 它就可以直接 幫你選到底下去 OK 然後 我們大家來做一次 所以第一個 錄製聚集 然後 名稱的話叫 產生區跟路 因為已經有了 所以它會提示我說 要不要蓋過去 那我把它蓋過去 產生區跟路 OK 類似像這樣 然後它會問 要不要覆蓋它 OK 那我就當然 因為我想 這個後面動作比較簡單 所以 我就不演示了 你們就自己 把它錄製下來吧 然後我現在F 不要先取消 那錄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還有一個動作 請各位務必要再錄製完的 錄製完的結果 比如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從哪 聚集這邊 找到編輯 你可以找到 剛剛錄製的程式 比如說產生區跟路 編輯一下 OK 自把它放大 工具 選項 把它那個 撰寫風格 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 至少12吧 OK 好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就把 剛剛的動作 也 在那個 每一行的程式上方 有沒有 有沒有 就上面一行 加上單引號開頭 然後呢 後面這個是自己打上的一個註解 那所謂的註解 前面有講過 就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可以自己知道說 你每個步驟 每個步驟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你不寫也可以 今天同學問我 老師不寫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問題你下一次回頭看 你會看不懂 你根本不知道說 你之前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OK OK 那如果我們做作業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把這個 上面的註解把它打上去 OK 應該沒問題吧 另外還有一點 請不要把你的作業 給別人抄襲 OK 因為已經有發現了 我當然不點出來 那如果你前面 假如你做這個動作的話 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蠻頭痛的 很麻煩 因為不可能說 不給你分數嘛 而且我不知道到底誰抄誰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兩個人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就給你兩個人的成績除以二 如果三個人一樣的話 那就三個人成績除以三 也就是說你們只能拿到 等分之後的分數 OK 所以因為其實要知道說 你是不是抄襲的方法很多 因為很多方法一看就知道 而且很多程式 其實也可以Check說 檔案是否相同 OK 那所以呢其實當然 你盡量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錄製聚期 不過錄製聚期之前 請你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檔案先把它另存吧 然後另存檔案存成什麼 啟用聚期的活躍部 不然的話 這個CSV到時候資料就不見了 然後呢 試著把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把它這個加上去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錄製聚期如果完成的話 待會兒我們就是 再來看那個VBA的部分